最早期的马口只有66间商店 可是咖啡店 海南人就经营咖啡店 有6间 可是到了今天 一间都没有了 这个就是社会的变形改变 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 马口产业发展蓬勃 传统商铺都纷纷搬出市区 南发茶餐室 便是其中一家马口的老字号咖啡店 传统的里面 海南叫咖啡也是有他们特别的 通常我们叫做蝶 蝶就是茶叶配上炼奶 可是这样蝶的味道就不够圆化 不够花 不够爽口 所以他们就餐一点点的生奶 海南人叫蝶蝶 它的蝶不是咸味道 不是出现化的蝶 它是煎油的煎 生奶 然后牛奶煎油 就比较花 花了以后就很好喝 不过你到吉隆坡去 叫蝶蝶没有人会送给你喝 这个就是非常特别的寒茶方法 刚刚有三杯 这个蝶蝶 这个蝶蝶蝶 很少地方有这样叫茶的 蒋蝶就意思说 它的牛奶跟牛奶水 两样参在一起 它的中和就不会这样甜 所以他们很喜欢蒋蝶蝶 就是说不要甜 从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 南发旧店曾经是马口的重要地标 在地人约会见面 都会选在那里 除了被丝绸般柔滑的奶茶所吸引 这家老店的面包也为人所津津乐道 炭烧面包加上冷藏牛油 却有个特殊的海南名称 叫做烧雪藏 这个怎么叫 海南话怎么叫 熟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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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海南话来的 假如我们是有华语 还是烧雪藏 烧冷藏 烧冷藏 就是烧面包 用冷藏的满车 这个就是我们海南 自己唱到自己的名称 自己一叫就这样的东西 1957年 国父东姑阿多拉曼带领国人高喊Merdigas 南发茶餐室也在同一天揭开序幕 每年都跟国家同灵同寿 在滚烫的沸水中烧开了棉叶的记忆 成了马口深植的在地时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